好在脸书上头叫别人太太老婆惹来了杀鸡 屏东恒春镇4月7号呢有一名男子满脸是血倒在路旁送医不治 警方调查之后呢发现这是一起情杀案件 祖先就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因为他怀疑自己的太太出轨了 又常常和死者在脸书上头搞暧昧 居然就伙同两名朋友将对方活活打死 已经有两个小孩的周姓人妻在自己的脸书上 po了许多和小孩的合照以及心情留言 却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句想要吃素食店 和另一名庄姓男网友一连串已经到了你家门口 要带我去吗之类的暧昧留言 让先生误以为自己戴了绿帽最后闹出人命 这个嫌疑人他可能大概是因为怀疑他太太 跟这个死者有暧昧的关系 经常透过这个脸书来联络 不但在脸书上搞暧昧 庄姓男网友传的手机简讯还直呼对方为老婆 让周姓人妻的先生越看越生气怒火中烧 于是约了两个朋友带着棍棒尾欧装姓男子 之后再拖到小吃店外的停车场 谎称是鹿岛 不过全身是伤的装姓男子 送医之后却宣告不治 至于主贤的妻子事后表示 根本没有和死者单独出游 也拒绝任何的要约 却没有想到因为玩脸书 最后居然玩出了人命 那我们再拖到小吃店 尽量 转发动 所以我们再拖到小吃店 转发动 所以我们再拖过